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2月13日 利物浦逼迫班尼 周日晚上,英超继续展开机道 其中班尼将坐镇主场迎战利物浦 两队,目前排名相差甚远 主队沦为联赛副班长,至今仅赢过一场 可谓毫无竞争力可言 而利物浦则是联赛冠军的有力竞争分子 面对如此弱旅,肯定不会手软 班尼是一轮现在级 班尼目前联赛战绩位移胜11和8负 球队紧急14分轮为积分榜的副班长 保组形势相当严峻 但所幸的是,他们少T2-3场 只要能够抢得分数,逃离降班漩涡,还是有机会的 值得一提的是 上轮联赛,班尼成功以1比1战和强敌慢连 收获保祖道路上的宝贵分数 而攻入班亭比分入球的基 洛迪古斯刷新个人里程碑 这是他近50场英超比赛取得的手球 同时是职业生涯第100个联赛入球 当然,宋楚助攻的何特 玉赫斯同样功不可没 这位荷兰果角在东窗加盟 即使联赛至今没有入球 但他能够很好的完成在前场的支点工作 这位往后改善球队进攻端有着极大的帮助 要知道,他们联赛至今仅攻入17球 此外,防守端无疑是班尼急需修正的地方 球队联赛至今20轮失28球 军场失球达1.4个 如果上轮不是幸运指数暴登的话 他们甚至会痛失3分 阵容方面,中场祖汉被制 古蒙尘和前锋马迪尔 维特拉等人因各种原因无法上阵 上轮联赛凭借攻击手迪奥高 阻达上下半场各剑一攻 利物浦以2比0立刻强敌里斯特城 成功报了此前的一剑之仇 同时这是球队近期各项赛事的第5场胜利 而在联赛方面 利物浦进入2022年后保持不败 期间录得三胜一合的良好战绩 有二次利保大门不失 球队近期攻防两端都有着不俗发挥 纵使沙迪奥、文尼和穆罕默德、沙拿等人此前征战非国杯或其他国家队比赛 但球队战绩目前还是保持良好 如今需要些许时间让几位国家修养 前者可谓占近优势 全场空球率超过六成 传球成功率更是达八成有多 而射门次数 则是27次 此番再次相遇 利物浦对于胜利 当然是垂涎三尺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